不要说结婚了 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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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想必不对啊 因为我伏兵一三年就在高雄 我就很不喜欢高雄啊 哇 那时候在左营 每天跑过那个饭亭山 一直挖 因为我们都是台北兵马这样子啊 休假还是往台北跑 糟糕 这是要我去高雄怎么办 诶 就看报纸 诶 花莲美轮大饭店 应征工程部经理 我就跑到美轮饭店才应征 运气多么好 跟董事长现场面试 我说你的空调头 借我看一下 他说要干什么 我说我是学专长的冷冻空调 他拿给我一看 我跟他说马上改 台湾用店叫李峰用店 半夜 做什么东坏 我说你地下室那么大 空那么多 赶快做出冰草 晚上来做冰 白天一个棒 我来做冰 你350间 为全台湾最省的度假饭店 他不相信 我说我带你到科学院去去看 几个案子的复权 就给他改 改了以后呢 他说很好很好 那你来到我的工程部经理 就看我很有经验 在福华待了11年 所以我就送笛子单到福华去 福华老板就一直不让我走 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呢 你要去哪里啊 他说我喜欢花莲 他说哎呀花莲啊 你先到高雄帮忙 以后我在花莲买一块地盖个饭店 又让你去辞职 超高 回去就很痛苦啊 还好我姐姐是师范大学毕业的 我会写 还是博士 他会写 就请我姐姐帮我写十字书 不敢面对你治疗嘛 写说什么 就骗他说我爸爸要调到花莲的农民医院 我要回来花莲照顾他 又骗了 十字书丢了又跑啊 不敢啦 因为美伦被我改了乱七八糟 这边一直叫我 你赶快来 不然我不能开幕啊 这样子 两边两头烧 然后就离开福华 我还赔了一些钱 因为福华又派我到日本金王饭店 韩国的热铁饭店去受训过 去学他们的 那时候台湾洋开始一直进步 学他们的污水处理 怎么样把污水做点截流等等 学他们一些 他们是中央空调的 像是日本的那种有话讲 它是这一个东京地区 有一个TOKYO瓦斯来供应水 不用每一个饭店都要盖 所以我们台湾要跟他一起调 像新一计划区 当初就应该都有整体的一个 用中央空调 就像铃铁饭水 一开始冰水 就可以做空调 只是造个表 所以就可以了 我们就学了这些 当然是福华的培养武器 去了要合约没有旅约完 我就离职了 赔一点钱 后来因为喜欢花林 想象一般来花林 国中毕业没有来 非要来 结果念高中的时候 念电工科的时候 那时候有旧过场活动 我们夜间不只有两个名额 我每次都抢 中很健行 东还按健行 我走一样出来花林 然后有这个机会 要来美轮饭店 当然抢肥要来 就梦想到小孩来 我太太都支持我 你抢去就去 当然是支持我 你可能要花林 但美轮饭店的工程 就是公平的座 因为福华饭店 美轮饭店 福华都是那种家族企业 比较节省 不是那种大客的财长 现在比较大人 你各个干 以前总是比较小的企业 比较家族企业 他就很喜欢利用 我们这些人 比如说我虽然是学工程 我会行销情话 他就请了新加坡的副总 来管美轮饭店 副总的一切 就是两年两年四年 第一个两年 他就开始对我很有兴趣 第二个两年 几乎是不都要问我 有没有很有经验 怎么办 我连美轮饭店的开幕酒会 都是我规划的 我都想一天付花 我每次都跟小朋友讲 学校就是你的 学校就是你的 以后你当老板就知道 全部都是你的 然后在美轮饭店 这个四年的合约 新加坡的副总 还要回去 他就向社长推荐 说你也不要请 什么管理者 请谁 就把郑林刚 他就叫我 九字谷 英文名字 把它设为副总经营 他说 董事长就很高兴 董事长就在找我吃饭 就跟我讲说 那个 Mr. Hope 他要回新加坡了 他 你说让你来接他同位子 我说 报告董事长 我不喜欢陪人家吃饭 我英文也不行 日文也不行 然后我不喜欢打领带 他说 不会啦 我帮你请两个秘书啦 以后你交代他们就好啦 董事长就笑了 你吃完饭 就不要了 结果第二次董事长来 就拿了一套西装 两条领带 你穿这个很好看啊 原来他就看我的身材 我就变副总经理 我在美轮饭店就尽量发挥我的专才 做了很多事情 等一下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那当然 发挥很多 后来他儿子回来了 他儿子是协理 我是副总 反而我买什么亨利还要经过他签 但是有一天 我是代表美轮饭店 接到国家公园的文 说 泰伍格部落湾三月春 叫委外经营 我是代表去看 我们就到部落湾去看 扎草重生 房子已经盖好了 那窗户就是一个木板 一个棍子 那个一个门进去 中间的隔间上面是空的 那个洗澡啊 哎呀 这边一洗澡 卫生纸全部撕掉 很小 还有部落房 这个古道法人啊 没有公共厕 没有卫浴 只有公共厕所 然后 他说哎呀 这要怎么经营啊 又只能三十几间 后来他文是写的 一定要拿到旅馆执照 才能够进入 飙大雨 一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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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才愿意投资 可是呢 那个景观真的很漂亮 我就拿回去跟老板讲 我说 美轮一定要飙下来 因为远台要开幕 底下要开幕 我打一个美轮的三月春 三月春是当地的地名 不是我去的 而且我说全会用当地的原住民 会很有特色 老板很有兴趣 哎好哎好哎 我家都盖得差不多了 要拿到旅馆执照 可是他就算大概要花多少钱 因为要做消防 做污水处理 要改装弄这个 我说大概要花三千多万 结果就开会 所以报告都出来了 才会报告说 这个地方不能碰 他们每年要付给国家公园 六百万 你也能收三八 还要组织三千多万 只有二十万 而且只有三十几千 他说我们做旅馆饭店 香港是有很多同意的 都知道 这个 你如果柜台 请个正式的旅馆 三万日米 要十几个人 早班晚班大夜班 这个熊架 那个熊架 你这个人 你可以管理到八十间一百千 你三十几间 一下几个都来 他们说城市派 就说不要 所以我不要飘 结果我又跑到拐的公园去看 哇 医院度假村 蓝天的一次 很多饭店都去看 都很有情趣 我问说几个买调单 十七个页子买调单 很多很强 有问题要 我自己想要买 又想当到买 那我就借我朋友 因为我没有资格 结果我没有叫利德里管事业 借他来飘 结果我没有想到 我那天来投标 来 哇 没人 只有我一家 我一检报完 处长说乌斯德标 那这么快啊 对吧 要硬硬硬硬硬硬 就中标了 中标了以后 我才想 糟糕 怎么办 我要做就要 把台北的房子卖掉 给我老婆爸惨了 现在涨不知道涨多少 然后 兄弟姐妹开始 我姐姐她们都退休了 老师啊 校长啊 乖乖白啊 不会花钱啊 每个人投资两百万吧 这样子 二姐三姐四姐 弟弟啊 要去那 成立 另外申请 就跟利德合作 而利德就说 好 就跟他合作 然后他也要再连股子 他没有钱 因为我当初已经拜托很多饭店 尤其我出来饭店都谈得差不多了 好 进 来标 后来他们都不要了 后来他们都笑我 你干嘛抢着标 要给他留标 那留标就打八折 那乌鱼血六百万 打八折 那就八折八折 那我那种傻乌的 可是话又讲回来了 还好你有标 因为当初我如果给他留标 第二标 太孔格基因也要抢 医院也要抢 来电利子也要抢 他们觉得 标下来就可以了 所以我没关系 跟标下 我陪我一年多 因为我是学工程的 就开始谈事 那每天雕刻 就办法做完 反正我就做了要跟别人不一样 然后就开幕了 然后开幕才是真正噩梦的开始 第一个要应征员工 饭店要很多人 我以前很省 只有二十几个员工 我就跟声报 花里有跟声报 我就跟声报 登了三天 那个什么 部落湾 有个山岳村 度假饭店 要乘生 柜台员 什么厨房 洗碗衣 洗房屋 什么 一大堆 前面交了 结果登了三天 没有人来用 因为他们都不看报纸 后来我说怎么办 时间越来越快 还在装潢 我就开始 比如在美伦饭店旁边有哪个房子 我太太住在那里 每天这样上台的时候 我就开车 经过Slamet 经过加油站 都是帅哥美女啊 都是原住民太普格族 为什么她不来这里工作啊 就拿名片 趁老板不在 要不来这里工作 要不来工作 她跟加油站的妹妹 姐生 你到底是不是社郎 一直叫我去饭店 我说不是啊 公公有第三章欸 哦 对不起 对不起 后来我就想到去拜访 底下的村子 叫富士村 城邦牧村 请她帮忙 我要应征原住民 全部打造这个 原住民的度假饭店 那我说我从小跟太太族 就很有兴趣 对这个非常喜欢 好好 我介绍 约了一个日期 哇 还弄不车子 带了十几个人上来认真 我都快昏倒 不是腿断掉 就带了很多个小孩 我说这不是三月村救济院啊 这是对象很变的啊 我说头痛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 后来我就跟她商量说 你 有没有年轻的 不要年轻的 然后她就讲一句话 那我叫我女儿回来好了 她女儿是护士小姐 没有护士 我说好啊 她女儿还没有回来以前 正好有一个女的 认真 她现在是我的主将 她呢 这是磁济毕业 磁济库专毕业 我们这里 原住民很多工科好的 爸妈 不是练军校警校 就是磁校 入下来 她在能乐上班 她说毕业要不要磁济服务两年 再挑到能乐去 她说她对护理是没有兴趣的 妈妈逼她去练 所以她每次交接班压力很大 都会长痘痘 心情压力很不好 我说听说这里有闭家饭店 她来问问看 我马上给她洗脑 我说你在医院看到她生老病死 你当然心情不好 你来这边看到是来度假 你会很快乐 马上就可以交到男朋友 我说真的啊 我是真的真的 然后我就说 那你弟弟 哥哥 同学呢 这个在来个医院 弟弟刚退伍 这个同学 邻居 我说通通找来 通通找来 走来对面家族系列 我玩她来了以后 就跟另外一个恋爱结合 现在也生了三个小孩 我只是讲这个简单的过程 不要三月份 跟我们从小成长的经历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因为今天的课 因为你们还是原班的 后面还有三个小时 所以我想说从最早开始 文化修情光光 这个讲 开始讲 讲到最后 怎样处理客人 重大事物 重大道愿 重大这些人 因为反正都是六个小时内 全部要讲完 都会放心 所以这些问题 谁都可以提出来 好 这个 这个 你这个比赛完以后 龙洲要摆在牛轮饭店展示 四周展示一个月 我这样拿 可是华中他用报纸做的 你知道吗 就华到中间就全部湿上 就沉上去了 就变潜水龙 这样子 结果一拿上来要展示 我说哎呀 你还是搜索好了 一堆垃圾摊在那里 但是也很有意义 也很有意义 就办了第一届 第二届 办得很好很好 你看 这个你看 原住民部落 哇 利用漂流木 这样做做做 就从那边都滑到这里 这样 这一个 厉害了 连续两阶 都拿到第一名 我说奇怪 因为记者会去采访 你到底是什么 你在哪里 报这个名字 他说报一个家族的名字 家庭的名字 来参加比赛 但他不愿意接受采访 原来是花莲千玉 他们都用那个 什么酒瓶盖 什么盖子 TTTT 环保车要做什么 他们千玉嘛 吃饱没事干 做得特别好 哇 原来树来的时候 都是几个打光头 扛过来放下来 这种 难怪都第一名 很厉害 这蔡一昌回家捧场 蔡爸爸放酒教练 你看用这个 竹哨把来当讲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也是一个很好一个素材 那时候认识你们太晚 你们要不要叫你们瑞税 把我爷爷弄条老虎来划 因为这是一个无形的报告 以前伙伴这个活动 只要一半 你晚上看新闻 包括新闻就有 本宝龙都比赛 今天第一名是 就不要记住报告 就帮你打出去 报告效率是非常大的 当然现在很难 现在没赔多少钱 像年代 你只要抵达钱 他就可以骂你 所以现在记者很没有尊严 他们自己也知道 以前我们对记者多么好 来这里送这个 送那个 来帮你洗一篇 现在你做得再好 上面只是 你也没有办法帮你登录 都要买广告 买广告 所以时代就变了 那环保龙舟办了几届 后来局长跟我讲说 村长 自己办好几届 可不可以再弄点花样 他每次都把问题丢给我 我说好吧 日本有个闲目叫变变变 我说我们环保龙舟滑到中间 也可以变变变 多一个几秒钟 各往分析 他说好 可是呢 那天上次变变变 这一条龙舟就第一名 他叫做阿坤铁工厂 第一名 他很棒啊 他虽然是铁工厂 那时候有一个店 叫做海神号 有一个女叫罗斯 他有一个女的 这个罗斯坐在那里 结果用保利龙撞到冰山 结果用那个 我们ABC甘粉 另外一个海龙的 刷 然后在岸上就放炮 就表示爆炸了 这个龙就切分开来了 但是有螺丝啊 开关一打开 前后分开 每个人都跳水 就等于说变变变大 结果这个创意得到财围 记者要采访 哎 阿坤铁工厂在哪里 在花里 每个人都跑掉了 也不解采访 我是监狱啊 我都不敢讲 跑了就算了 后来这么多年以后 我才敢讲 原来这条龙都是 美轮工程部 是我叫他们弄的 每人都自己报名自己拿到第一名五万块 他们好爽 就分了 房子给他们快乐 其实我的目的是要提醒大家 多一个创意的 要激励大家要有新的创意 这个也很棒 这是一个社区 玲珑三姐妹也很棒 这个就是它的变变变 但是很不错 这么大一条漂流木 因为腹部起来 所以要加了四个这个 它的变变变是在上面放一个瓦斯套 竹套 这也不错 这也不错 反正每一个都有它的想法 这个很棒 这是牛山呼庭 这一条报名的 是不是叫做 沃姆成龙 跟这个名字很像 非常棒 因为很多人就跑到三月村 就没有参加也不管 交给他们继续做 后来文化局长的局长也退休了 后面的局长也不愿意办 因为他被策畅申请经费 但是后来他们就说 这个应该环保局办 就找环保局 环保局长也办了以后 环保局长我也认识啊 就带文件 他就跑来找我说 这群长 一切都不宜我们了 那是你发明的 你都不报名也不管 也不参加 这一次我就报名了 报名一条龙 那也是想要打广告 那我的龙舟呢 叫做 那时候有SARS才不久 然后他得到SARS 然后从中国大量广东 来到我们六西上面 上来以后呢 然后被我们的原住民看到了 就要把他消灭 就拿下来 有个原住民就跳水 游过去 拿好要刺他 然后他就中枪了 另外一个射手 射箭 就把他射进来 真的射箭很准 他真的很准 射箭要射进来 射箭他就变 把衣服脱掉以后 然后他还把那个 黑色的胶布就纹念了 就变成一个勇士 他有没有说最有名出草 要砍头 然后把这个龙头砍掉 一砍 其实他是靠几个拉起来 一砍就把他拉起来 结果我这个被广告 被警告 说你这个龙头表演时间 超过太久 结果一拉起来 就变成一个很漂亮的一条龙 那这条龙呢 我们就顺便给他装牙齿 然后装龙脚 最后要点灯 要准备要滑回 我们戴不得 眼睛要点睛 用两个橘子把它装上去 结果这个 没有预言 我们这个男工现在还在 很饱 他说要准备要滑回去的时候 他就大叫 他这一辈子 都在山里面 西里面游泳 从来没有在 国际观众饭店游泳过 所以他要表演 曲眼跳水 他好吧 随便 他这个表演曲眼跳水 就咚这样跳下去 跳下去以后 我们这些小朋友 因为他把这个龙头 拿到上面来的时候 要把这个龙头去除恶魔 这边还在展演 点睛 在跳 看他跳水 每个咚咚穹跳下来 顺便带我们去玩 主要是广告 借这个机会 做一条龙舟 做一条行舟 做一个创意的广告 就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 因为在山岳村待久 推文化 老外越来越多 后来我们 中国 跟我们也越来越接近 但我没有接一般的旅行还 因为房间处太少 还有房价太贵 可是自由行的人 慢慢就有人来 中国大陆自由行 有个北京的 他就来 他就一直说 他就说 你这个太棒了 你可不可以参加这个 中国古村镇的大会 我说 不想去啊 然后他也是跟我讲说 我们那个大会 是要买票来参加的 不是随便参加的 这一次放在湖北水镇 他说 你的飞机票 私住的金票 我通通建议 你只要来介绍你这个地方 你是代表台湾 他一直叫我去 真的很不想去 那时候冬天又很冷 他说 请你帮忙一定要 他说 最主要那边有媒体效果 因为他会现场转播 而且还有什么 西城网会在现场 我一听到西城网 我就有兴趣了 因为我们的定网控制 就跟西城网合作了 好吧 那就决定去了 一个人跑到中国大陆去 反正 贵宾室的接待 几点的飞机到 马舅街 你再开过去 可是跟 好像是在盯着你 到了湖北水镇 因为到了北京 要拍两个多小时 才到湖北水镇 然后进到大饭店以后 然后都天推 他问我要不要吃东西 我都吃不下 他说明天早上 早餐几点钟 他会在门口来接我 不用啦 我说我是做酒店人 早餐让我自己会找 他接了一张卡 那张卡有两千块 他说你自己先随便你花 花不够再跟我们讲 这卡就随便用 这别人随便要花 想说因为他 他要翻六天五夜 我是轮到我明天演讲 今天才赶过去 而且讲完我就要想跑了 不想待在那里 结果我那天去 丢管站第三天 第十天是我演讲 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 我说你不用我自由行 你不用管我 第二天会长在哪 我一问这个 都在饭店里面 你那是烟味厅 想也知道 他就非要来接我 早一开门就吓一跳 就站在门口等 我一直参加这个 中国大陆有时候 不要笑点 有时候我去了以后 我会觉得 哇 全部年轻化 每个带电脑 每个商客 像我 每个一直拍照一直拍照 然后呢 因为我早上一早 我也去听他们啦 听他们讲 我才知道我后悔 应该早点去 因为他每个省有个代表 上来讲 比如说 我们的感觉就是 中国又是武藏嘛 就是这样到处都一样 他们不一样 他们现在要推 比如说你是福建的 你叫他推你福建的 哇 推你什么土楼啊 对吧 虽然这湖北的湖南的 就不一样 黑龙江里又更不一样 他一定要差异化 差异化 他的要求要当地当地当地 哇 才知道原来他们在推这个东西 难怪会选到我 因为我们是等于 因为台湾是太综合性的 台湾有来自外省人 都是客家人员主义不大 所以太综合性了 我们的客家 又比不上大陆的客家 我们的米南也比上他们 所以他选中对原住民的 就叫我去讲 然后他跟我讲说 两个小时啊 我一听完第一节课 我就马上去抗议啊 我说你演课程结果 排到十点到十点半 我说只有半个小时 我准备两个小时 我说台湾这么远来 我说时间不够嘛 他说 我来跟主办单位讨论一下 我就讲一讲 我来主办单位说 这样讲话啊 他说郑老板 那你从十一点半开始讲 讲到十二点 如果你讲得精彩 大家还没有走 你就继续讲 可是你十二点 到了大家去吃饭都走了 你就赶快结束 我说好 没问题 我就真的从十一点半一直讲 讲到十二点四十 讲完以后一大堆 你要给他加什么 加微却 加这个加那个 还有中午都没吃饭 这样子啊 下午各月继续听 听完以后 然后我就 因为我去答应 要去北京找朋友 好再离开 让我感触到神 感触到神 感触到神 特别把这个片子 调出来给大家分享一次 这一个是人工的耶 完全人工大造 他说这都结冰了 就在湖杯水镇 就在那里 可是最让我感觉到欣慰的是 那个戴伍的一直跟我讲 这是他们完全照考古 完全一砖一瓦一瓦 把它盖起来 可是那一个度假饭店 是我们台湾设计师设计的 台湾设计师设计的 台湾设计师很强 因为下完课 天眼还没暗 我就要去逛 五月出来逛 冷得要死 人又很少 然后他问我说 陈老师你今天晚上要吃什么餐 我说天气好冷 来一天火锅好了 他说好啊 我说越有北方威力 越好 他说有一个条件 他说什么条件 我说你要陪我吃 然后我们要喝两杯 他说不行了 领导会骂 我就叫领导一起来喝 结果然去吃饭之后 领导看到了 他怎么会这样起来 我说领导没识念过来做 我特别要求他陪我做 喝两杯 领导说可以 行行行行行行 然后我要走了 我就把那个两千块 我带来的卡跟华 我把碗子送给他 哇多幸事 很棒 咱们大费送给吧 我们也没有用了 回到台湾干嘛 但是我特别要讲的是 白天看起来这么朴素 都是朴色朴香 然后突然晚上也会吓一跳 哇 原来这个灯光设计 全部藏在里面 全部一打得 整个像一个叶子人一样 叶子人 所以我住的那个饭店 湖北之光 温泉度假酒店 台湾有设计的 那样子 就是文创商品 那后来就是 因为东西越来越多 人家我的漱口碑 或者是房间的碑子 就把它改成了 那自然就会有药买 那我们别人没有这几个山珠 那这个 喜欢这个土巴也买 你喜欢这个土巴也买 就改成迪阿索 一个三百块还是有买 有时一买买六个 那我们这个是开模很贵 因为我们量产很少 有的人还跟我讲说 生不久可以申请 那7本也可以卖 白天7本卖就 没有文化内涵了 就没人买了 一定要想清楚 不要想说 我要通路啊 要什么 因为你这种东西 只是要因为你整个 建筑 人 表演 员工等等的 恩惠站 这个时候他会买 你把它摆到外面去 搞不好他就不买 你这个时候买的时候 他回去喝的时候 他会想到 我们好久没来三月春了 他就会回来 要制造这种气氛 其实买东西 也是一种冲动 一看到这个以后 像我们的木料很贵 对 还是有买 他就冲动来了 那下次来说 我上次那个还在 他没有说不喜欢 还在 我怪到什么程度 村长他们说 我们员工都说 村长你的想法 他们都跟不上我 全体员工进录音台 录音设立录音 只有我能出CD 洗碗阿姨厨房师傅 柜台小姐全部都放 这边CD 然后我办了文面家族在线 哈鲁格纳威做一个纪录 办了文面老人传承 也做一个纪录 这都是DVD 这是艾尔达电台 帮我开一个节目很棒 电脚来卖 咦 就是会有人买 这什么很低啊 这压压压压而已啊 这还是会有人买 今天的时候 我们都听腻了嘛 那这里面有木琴啊 口王琴啊 有合唱 有合音啊 还有我们这个 一级达到能够一等奖 进去一奖 他也唱好几条 因为他是我们的厨房师傅 那 有时候客人看到 这里面有他的声音 客人马上就买 有机开车的 他拿着这一放 现在会卖的比较差 因为现在慢慢 不流行的CD 我所谓这已经很多年了 这个成本 我录这个也花了二十万 每个进入音室啊 去咕咕咕咕咕 但是我觉得值得 非常值得 看中了一个商品 小猪 卖的生蚝 小朋友都会要啊 那种 活动啊这些啊 这是手盘 吊饰啊 猪 还有喊 大大的猪也有啊 大大小小的山猪都有 这很便宜啊 几百块钱买一个 小朋友就会咬 他今天到了夜市 看了一大堆东西 如果里面也有这个猪 他不会选 可是来到这里 他就 吵 他就吵了妈 我要这一只 老大要大的 老二要小的 老三要小的 一人一只 真好 要杀掉了 不好意思 多二价啊 他照顽 然后 那个 山猪的椅子 木雕了 很漂亮 小朋友上去鞋啊 坐啊 你知道我要买这一只 这只我要买回台北去 你看他多喜欢我 我去拿不到 说因为他小 他现在坐得很喜欢 你拿到你家 换跟你的装潢建设 都搭配 搞不好你就生气 你垃圾车来把它丢掉了 他说不会 我说你真的 听我了 这个我就不卖 我会讲 你要不要买这个回去 玩玩就可以了 玩意里就把你丢了便宜嘛 你知道 明信片系列我很多了 供大家参考一下 做了很多很多的明信片 明信片系列 老外就喜欢 这叫三月时光 每一系列 一系列起来 大概有八张 因为他们木雕啊 这些等等 这是走过从前 有一更是夜大莫浪 其实我就付版权费 夜大莫浪 这个也是个天才 他画得非常好 他也死掉 雕得很好 然后就 把他每公来每编一下 走过从前 这些等等 一系列八张 像这个我们就 台湾人都不会买 觉得很恐怖 哎呦 怎么死人躺在这里啊 你知道吗 可是老外都会买 你给他解释 他以前要tattoo 要纹面 而且会发炎 你的纹面就死掉了 以前医学没有那么发达 他就会喜欢这种东西 有时候我们表演 像圣诞节 哇 全部圣诞节前 或者要跨年 因为圣诞夜或者是 跨年晚会 我们台湾很多人很早就定了 所以我现在对那个 不听党看 阿狗党 就是OPA 一直又爱又恨 为什么 他们订房间 有时候电脑一打开 全部被他订满 全部阿狗党 阿波香港 马来西亚 一大堆 可是他们抽得很重 你不给他这个趴数 18趴以上 你不给他趴数 他就不来 只要一给他 就全部都来了 那老外就会来了 可是老外来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表演吗 我们小朋友跳舞 有A团 B团 C团 A团 B团 都不请 虽然老外有60个 七八十个 全部用C团 因为老外 我们A团 B团 比较会互动 跟客人互动 台湾的 讲博语的 中国大陆的 互动 老外听不懂 这个翻译也很难翻 虽然有个翻译 全部用C团 C团 阿姨出发师 各位来小姐 出来横唱 唱琴声 穆琴 口黄型 断断断 他们就很高兴 还想看 穆琴和黄型 一起合照 多谈走 我贵来就说 村长 你为什么不叫小朋友 这么多外国人 他一定会想 我认错了 外国人他不喜欢这些 嘻嘻哈很快乐 跟客人互动 没看到 每次 其实我是为了生意 因为老外在 他第二天早上 都会跑到贵台去买 口黄型 我说我们台湾的怎么拐都没人买 所以老外就拐 尽量拐 他怎么拐就会来买 所以我现在也是奸商 知道哪里去表演 哪里就都赚钱 这个也很棒 采用印记 这些老玩家都不在 都不在 连这个都在卖 表演跳舞的刀子 没问题 只要你卖我就卖 反正是假的 这样子 一样 尤其是小男生看到 嘻嘻嘻 我要买一个 这很危险 我说是木头了 不会啦 好吧 他就买一个 一把木头刀 卖三千块 再把你回买 我黑心 不会啦 你们我开口都不会问 我的风卫餐 一克六百三家店 每次别人来 香港人 哇 很好吃 我们花莲 哇 太贵了 都问到没有啦 我家也很贵 但是 你要赚光光哥一起 赚光光哥 我到了三月村 我从来不打花莲的广告 也不打母亲节 也不打什么 我就走风卫餐 完全走老外 走外国外地的 外地人喜欢 但是够了 就做不完了 你做花莲一定会被骂 还是算了 不好意思 是因为我们太接近 因为我们推的是文化 那个叉子 那个叉子 那个叉叉化不够大 还不够大 太古格出的真正的餐 能吃吗 非常好吃 问题是真正的餐 但是 国家国人会把我抓去坐牢 对不对 山出山腔 山羊猴子 那猴子汤最好吃 可是一般你们也不敢吃 对不对 那老问他吃吗 对不对 你不要跟他讲 吃完才跟他讲 呃呃呃 就呃呃 屋外重大的宴会 这个顺便提一下 因为我们 在为了要赚钱嘛 也可以做小型宴会 在人家庭院啊 坐在哪里啊 你知道烤饭会到很多 哇小孩被押了什么 被押了一大堆 但是这些宴会 甚至你赚钱的时候 哇 你就给他开吧 这个要钱 你场地租书 草皮用坏的 什么都是钱 他怎么那么贵 用完以后跟你说 谢谢举功牌会再来 你就成功了 未来弄完以后 骂你以后 怎么这么贵 下次再不来了 我每次都跟羽毛讲 如果客人这样跟我讲 下次不要来了 这么贵 以后都不要来了 我说我们全部站一台 跳悬来自杀 全部去死 所以长二十几年的经验 行销创意这么强 我们一定要做到别的 只要没有 只有我们 来了再来 来了再来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生存 三十几件小公屋 实在太少了 你只要有钱 你要在外面 他本来要做什么拱门布置 我说统统不要啊 他说好好就弄个鲜瓜吧 我说我帮你布置啊 他怎样布置 我说放几只野生动物就好了 哇 结果这个特别多人来拍照 我全部是木雕了 随便一打 他们觉得很高兴 就是办宴会啊 巴比丘啊 搞肉啊 这些 你要花 我都帮你配花铃这么多花商 这么多 你要水准 你不会输给台北啊 我们花铃水准越来越高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最近办了一场这个 是二月份的时候才办的 那时候已经是 过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 一期了 我也很担心啊 你台北来的客人 两个年轻人啊 那他们是自己来住过 又来谈了几次 他就非要办 非要搭瓶子 四点钟要在那边行李 行李完以后要有个酒会 酒会完以后派对 就吃饭 吃完饭以后 然后再到 依然要点名火 要一起跳 哇 然后他那时候刚开工作 有180个人 我说住不下啦 我才三十几天 他说可不可以搭点帐篷 给他自己的星期 还有工作人员睡帐篷 那我有两个有平台的时候可以啊 我住不下 所以你要不要住一下 要立刻饭店 顺便吃完饭以后再下去 在户外这边多打几个没差 他说坐子也是房子多一点 就叹叹叹叹叹 那过年还过年 我想剩下140个人 他说因为有疫情 很多人在美国 那时候不敢坐飞机 愿意回来 我心里想 只要你不要取消就好 一百个 五十个我也要办啊 这样子 我说好 没问题 没有问题 就是140 六十五个 那结果就不用搭帐篷 实际上住在三月村的 大概九十八个 有四十二个怎么住呢 很有意思喔 他把他们家里 双方的家长 阿公阿妈 爸爸阿妈 那种年纪大的 全部住金华酒店 金华酒店游览车 接到我们口下来 参加这个婚礼会议 然后晚上带去那边 引火晚会 跳完以后 我们攻击 直接什么时候 去上车 把我们赶走 去住金华酒店 因为他们继续开party 闹到半夜三点 反正你包充了 你炒吧 你付钱没差 对不对 而且他请两个费 哇 很有钱 然后他们调酒师 光这一个同志调酒 三个调酒师 从台北来调酒 哇 其实我来说讲汤马路 这算太便宜了 也好好捞你一下 原来他们上柜 上市公司 有钱 但是算了 已经奖心都办好以后 那很感人的就是 前段时间 刚开始疫情真的很严重 动 我们以前刚捐人 四官党退 没有想到有一天 会总统唱歌 给我们一听 那样子 其实要很好玩 太太 太太比较一调 比较客气 好 我们表演 我们送他太太回房间 不好意思 因为我下午有很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赶回去 会不会下次再讲 抱歉 因为我做能不能吃蛋 还不吃 因为我已经跟那理想也讲说 我今天一来讲 我比较松回去了 那下次来的时间会多一点 那你放心 我的课全部会上完 下次我们会讲一些 重要的一些事情 那我的课是比较像聊天 大家互相这样 有什么问题 我下个礼拜各位来举手 你问 所以我下礼拜可以吗 我爸爸 别忘了 贵人 journeys 举手 呃 诶 今天我们请 郑州长到我们只边来讲课 讲课 好不好 ory 好 好不好 其實他是一個我們花蓮的郭寶 花蓮的郭寶集的一個人物 他是飯店業 無所所對是我們花蓮口味道的 他的經驗、經歷 絕對是我們花蓮的第一把交位 第一把交位 那其實下午 下午不是我 我是下午幾號 其實很可惜 因為我下午正好 也是接一個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十三號再來 他是很有點子 我們花蓮的點子網 對我獲取這個機會 下次來的時候 請大家給他挖牌 給他挖牌 給他挖牌 他就是挖牌 他是花蓮的 旅遊樂的活字 希望大家能夠把握這個機會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正好有事情 不好意思 因為我一定要趕回去 剛剛拜託他說 可能一整天的 下午正好也要趕回去 然後十三號我就可以 多零一點時間 各位什麼問題 二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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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禮拜三 下午是村長的 因為我也問過 他說是同班人馬 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同班人馬 我可能就要先講抱怨處理 對不對 那個比較很多 很多那個 書本上都有 所以我們就講一些 比較文化光光的 下個禮拜我一定會講抱怨處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再一次也熱烈的掌聲 謝謝我的村長 謝謝 聽他唱歌是不是沒人睡覺 對 很精彩 一直在聽故事 從聽故事的過程 我們就知道村長實在是一個 春今百戰 滿腦點子的一個 真的是智庫專家 所以很有意思 而且項要不斷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休息一下 那我想基本先請問大家 因為我們今天本來想 下午要不要再把場地留回去 還是就在這裡就好 這裡就好 這裡就好 如果大家不接 我們就在這裡 那我會把後面一些椅子 換成比較舒服的 因為我們的那個 昨天又下大雨 有一些黃色比較舒服的椅子 可以搬回來 那我們會搬過來 讓大家坐舒服一點 那盡量往前坐 其實前面的空間蠻舒服的 然後盡量往前坐 我們後面的話留給我們工作人員走 好 謝謝 好 那大家用餐 如果需要比較舒服的環境 也可以帶到我們對面那個管過程 進行吃室 走走動動 好 謝謝 好 先先退 好 先先退 然後用餐的那個餐食 在我的右前方 好 那個郎公那裡 謝謝 讓我來不伏 還在那裡 他說他們會以為我幫你鎮掉了 然後就跑去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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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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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